各位所有来宾朋友 弟兄姊妹 大家祝你平安 远行的年 上帝把恩福赐给你们 并健康 领受满倍的祝福 今天是大年初二 跟大家还是思想到华人新年 有细细相关的人生 真理 今天所定的题目你看了有点思义 几度人生 几个春秋 几个年 你感到好像做不到头脑到底要讲什么 我要讲一次 几度人生 几个春秋 几个年 我全摆地用华语说 几何人生 春夏秋冬 转眼一生 听懂吗 几度人生 也就是几何人生 春夏秋冬 转眼就一生 用广东话的压印也更美 人生几何 几十年 举岸就过了 听懂吗 人生几何 几十年 举岸就过去了 这是表达一件 人在热光之下的 岁月无法抗拒时间 把人催老 到一个地步 一去不再回头 人有几个年 也就是说 人有几个日子 可以算得到吗 当摩西年老的时候 向神祷告 主啊 求祢给我智慧 数算我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 想一想当年19岁来基隆坡甲洞 到今年 我住在甲洞45年了 当那个年轻小伙子 来到基隆坡闯天下 六年的时间 上帝的呼召领到我的身上 我就转变 走一条神所选选的道路 全世间服事 今年 也是我肛满 全世间四十年了 西西年好久 好久 当年是乌溜溜的头发 今天是白发苍苍了 今天 我的年数是六十四岁了 好快啊 十九岁到六十四岁 四十五年 你说长 好长 但是你说快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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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真的好快 今天哥的思想 很重要的真理 几度人生 几个春秋 几个年 只有三个字 过 新 年 过有五个重点 新有五个重点 年也五个重点 这五个重点加起来 让我们有所明白 当你感觉生命有一种的力量 催死你 不要搓脱光阴 浪费生命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年数不小了 因为我们走的前面之路 已经不多了 因此好好珍惜 把握机会 我盼望这些真理 在新的年开始 不是听到很不好听的 恭喜发财 这所谓龙腾 什么图一大堆的东西 我们要的是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也超过生活的意识住行 这样你的人生就不一样 不一样的生命 就有不一样的生活 人生价值观 但愿你我的生命 在热光之下的短暂之日 不会徒劳 也更不会白费 这样我们活着 有生命的意义 我们就真正感受到一种喜乐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 迎接新年的六福 我们过得满足的日子 今天我们思想的题目 下个礼拜是年初九 我就跟大家分享 龙的传人 跟福音的传人 圣经的龙的传人的文化 是二者没鬼撒旦 福音的传人 是好消息 两个相对比 给我们看见 文化跟宗教所带来的改变 这是美得无比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站起来打票来 我的主 我的上帝 感谢你 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恩典和年日中间 所得到的祝福 不加上忧虑 那么华人基督徒依然过华人文化的 节日 就是新年 我们感恩 因为文化的节日 有许多都是美好的传统和传承 但我们知道 这些传承的文化 参加了许多迷信宗教的色彩 主要你帮助给我们有能分辨的能力 小的 去领受那美好的传承 又超越美好的传承 人生所缺乏的盼望跟意义 我们今天敬拜的日子 我们需要你的同在 接近你的仆人 愿他口中有智慧和知识的原意 把你的恩高和能力所传到的信息 让每一位等候在你面前 都必蒙恩得福 谢谢你 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 让众人安静的心 就在此时此刻 圣灵的声音 在我们内似的深处 发出亮光 听到主我们要听到的信息 求你恩待 也替我们祷告 好多弟兄这位眼道近处 回乡拜年探亲的 或者国外旅行的 都愿他们平安 蒙恩得福 如此交托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 阿们 请坐 我们很快来看几座圣经 我们就好好来传讲这信息 先看诗篇第六十五篇 诗篇第六十五篇 诗篇六十五篇第一节 第十一节 这一节是最后的一节圣经 给大家讲 我们一生的年岁 最荣耀的一节圣经 诗篇六十五篇第十一节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 我们再看诗篇第九十篇 三十九篇开始 来看看 先看三十九篇先 四到七节 诗篇第三十九篇 第四到第七节 耶和华 求你叫我 晓得我身之中 我的瘦数几何 叫我知道 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 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全然虚幻 世人行动 世系幻影 他们忙乱 真是枉然 继续财宝 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啊 如今我等什么 我的指望在乎你 再来看诗篇九十篇 我们念三节就好了 十到十一节 十二节 十到十二节 我们一生的年日 这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 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金花的 不过是劳苦仇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爱着你该说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就你只教我们 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刚才我跟大家思想这样的一句话 几度人生 几个春秋 几个年 也就是说 人生几何 春夏秋冬 转眼就过去了 这转眼这句话 在诗篇 第九十篇 第十这个本 我们所金花的 不过是劳苦仇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君了安 杂万安就过了 人生糊烦 但我们知道 时间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中 没有快慢 依然是一天24小时 为什么会人感到快呢 因为人的生命很短 很短对对比的话 我们就感到很快 所以我们就感到有一种压迫感 怎么去把握机会 珍惜时间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你我的生命的过程中间 有一条路要走 这条路就是人生的漫长之路 你说漫长有多长 很难去计算 因此无论如何 你我的热光之下的年数 都必须要好好珍惜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年数 是有定数的 70岁 若强壮可到80岁 那是一般的 average 瘦数 按照中国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西 也只不是 两万五千五百五十天而已 很快就过去了 好 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到 这三个字 过 新年 过有五个过 第一个 让大家来思想的 不要常与别人过不去 各位弟兄姊妹 我跟你都有一种心情 感情跟情绪 与人之间的关系 会发生口角 发生冲突 发生不和 因此心里面又就有一个坎 过不去 各位弟兄姊妹 我不晓得年数有多大 到今天 你还跟什么人有过不去吗 还跟什么人有过节吗 很简单 过不去 就是卡在那边 当你驾车要过到对面去的时候 你过不去了 有几个可能 第一 那个桥 断了 第二 路 崩了 第三 水淹了 第四 你车坏了 你过不到了 过不去了 有几个因素 为什么今天你人与人家关系 还有许多坎 你过不去呢 有些人一生就制作那些东西 一生都过不了自己的心理 到四 我还不原谅你 到四 我还想不开 到四 我还放不下 死不瞑目 这很可怕 人生总会过去的 过新年 一定会过的 第一个过 请问 不要长以别人过不去 长以别人过不去的 特别有几个 第一个 心胸仔 心胸仔的人 常常跟人有冲突 对不对 第二 小心眼 是不是 第三 斤斤计较 第四 算人的恶 顶拼破人家 这个 那个 我来讲的一大声 就跟人过不去了 第五 心中充满愁苦 这些人 这些人 常常跟人过不去的 这些人 很 忧郁的人 常常充满愁苦 不乐观的 很悲观的 这种人 常常跟人过不去的 negative thinking 最后一点 你苦待 你苦待你自己 你常常跟人过不去 是你苦待你自己 你虐待你自己 你想到他很难过 你看到他很难过 你听到他很难过 你过不了那 再反 今年新年第一个 你跟什么人过不去 到一生 你还过不去吗 到一生 你就过去了 事情在世上 没有解决过不去 你会过去的 You will pass away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是什么 过去的事情 不要翻旧帐 懂吗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有很多 对别人那种 计算的旧帐 记得吗 上个月 记得吗 去年 记得吗 拍拖的时候 记得吗 告诉你 记得以前 我们很多不好的事情 为什么要翻旧帐呢 因为你旧帐还没有清 你明白吗 但人最可怜 旧帐还没有清 心帐又来了 你明白吗 新旧帐新年一起算 糟糕了 去年的跟上个礼拜的 哇 一起算 你受不了 各位弟兄姊妹 你还翻人的旧帐吗 两公伯常吵架就是这样的 给的吗 老公 小伯爷你讲过没有 狗领你讲过没有 你给不给的 我给的 谁都有给的 很可怕 翻旧帐是很可怜 一翻旧帐 你心里面的伤痛就被吃到了 那伤痕的苍疤就挖出来了 很可怕 求神恩待我们 伤痛会过去的 疤痕留在那边 成了你的记忆 如果一世人常常翻旧帐 两公伯不是焉价路窄吗 朋友变成仇人吗 人生很可悲 就常常被这不好的记忆 被捆绑自己 第三 通不过良心的坏事 不要干 上帝造人把个良心放在里面 成为你们是非黑白 对错的一个标准 不好的东西你要做 良心会控告你 提醒你 对不对 不要做 今年开始 通不过的良心的坏事 不要做 请问某某良心 你做了多少不好的事 我们做坏事 讲坏话 你心里平安吗 不平安 恭喜发财吗 恭贺欣喜吗 一大堆旧事 忘不了的痛苦 你想这样的人生 有意义吗 面对你笑容 良心的深处 亏欠 亏欠 欠了一大堆别人的债 还不清 求主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 良心我们的主宰 也会成为你的良心的主控官 来帮助我们 另外我讲一讲 做过坏事的良心 一生都使你软弱 你这样 你听这句话 一个人的良心 做过坏事 一生都使你软弱 当你犯过坚淫的时候 一提到坚淫 你很勉敢 我去年在泰国犯坚淫 我三年前在美国犯坚淫 人家一提到坚淫 commend or倒退 你就feel down I feel it 贪心 一脚贪 你曾经贪过心 这样的良心 就控告你身的软弱 你没有立脚化 你没有见证 很可怕的 罪使你良心 变得很软弱 没有立场 没有一种话可讲 没有勇气 Bondage 这句话你听进去 我们人生不一样 求主帮助我们 真言书二十章 二十七节有句话 人的灵是异化的灯 这门里面 见察人心肺腑 人的灵是异化的灯 这门里面 见察你的人心肺腑 一个人有良心的人 坦荡荡 常常做坏事的人 他很软弱 外表好像钢墙 里面很不舒服 很可怜 听到一不好的 跟你有关系的 你就开始不敢讲话 还是很软弱 波谷就控告你 使到你不知道怎么做人 很可怕 谁吃的胡椒 他感到辣 我一讲坚硬 你犯过坚硬 你感到不舒服 你杀坊 我一讲杀坊 你感到就不舒服 我还在杀坊 良心告诉你 你杀坊你知道吗 你犯坚硬你知道吗 你贪图你知道吗 良心就控告你 通不过良心的坏事 不要去做 做了 你会后悔一生 除了靠耶稣的保血 赦免接近 释放你之外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良心 养不亏于天 富不在于人 这君子的儒家思想 讲之容易 良心是最难熬过 你无法面对他 审判你的日子 通不过良心的坏事 不要干 第四 过往的德是 前居可见 我们一生 要得到什么东西 你得你不应该得的 你失去你不应该失去的 你会懊悔 我就是没有好好的追求 我就是没有好好的学习 我就是没有好好的给 错过了机会 给不到了 错过了机会 我讲不到了 错过了机会 我弥补不到了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过往有多少德是的东西 你得到的东西 你不该得 你怎么感受 这是别人的东西 这是别人的女人 你成为你的小三 你感到怎么样 得到肉体的创坏 亏欠良心的审判 你肉体的爽坏 良心一生的亏欠 你不该得 前居可见 不该得的的你的 不该做的你做 不该失的你事 成为你的懊悔 我很可惜 我就是这样做了这件事 一生这么良心的腹内 我是不应该去 我去了 我一生良心的控告 摸不掉 就会靠耶稣的宝血赦免你 否则我们没有能力 文化解决不了的问题 宗教解决不了的问题 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耶稣的宝血 才是洗净你的罪 痛改前非 洗心革面 中国人也很有意思 你的心怎么洗 洗心革面是改变你外表的行为 心不是靠一种所谓 缘以洗 就是耶稣的宝血 洗净们天良的亏欠 全机可见 你得到失败 得到教训 得到内疚 得到生病 得到亏欠 得到管教 你学到功课吗 一个人从这东西 要得到教训 很重要 帮助我们 毛泽东的老师叫马克思 马克思的老师叫黑格 黑格 黑格曾经讲了一句 很有历史性的话 历史教训人类 人类没有从历史中 学到教训 今天我们得到的失败 痛苦 得到的教训吗 帮助我们 你失去了朋友吗 失去了钱财吗 失去你的信用 失去你的尊严吗 失去你的感情 失去你的健康吗 失去不再回头了 你得到的 你感恩吗 得是全机可见 我得到什么好处 记得 我得到什么坏处 也要记得 全机可见 误导覆车 不要重复再做了 我去年走了多少错的路 做了多少错的事 讲了多少不好的话 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走了 不要再做了 这叫过新年 不是穿着新衣叫过新年 打扮漂亮的叫过新年 不 还是旧年 还是秋年的photocopy 对不对 翻版 只是加了一条龙就龙年 龙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愿上帝恩待我们 去了解去明白 第四个走 走过的路 你要尝感恩 对不对 你从以前走到现在 从童年走到老年 你感恩吗 从黑夜走到天明 你感恩吗 从灭亡走向永生 你感恩吗 从假神走向真神 你感恩吗 从虚空走向满足 你感恩的吗 你走个路 你感恩吗 人生一路走来不容易 当去做你 八十岁岁的感谢主 八十个春秋 我一路走来不容易 人能够过一天 走一里路都不容易 我常常讲这句话 人生的未知数 你不知道有几个明天 你不知道能够走几个路 上年我常讲这两句话的 我们过去有许多的昨天 但你不知道未来有几个明天 如果你听得懂这句话 你人生不一样 昨天是过去了 明天是未来的 你还不知道 一个黑夜 黎明看到阳光深冬的时候 才是你一天的开始 太阳升起来 还未必能落山 晒阳西下的时候 你能活到一天一天吗 走过的路 要感恩 我感谢上帝 我祷告 今年四十年的日子 四十个年 感谢主 终于这四十年来 每十年的计划 都看到神很怜悯 我这不配的人 我们今年二零二四年 这戈壁厂房就建好了 这是我第四个十年 完成 还有第五个十年 如果神可以吧 给我在第六个十年 不简单 能不能多久 不知道 神许可 你就活下去 神不许可 快乐 你就走了 但我 any time everywhere I get ready to go 要准备好自己 什么时候走 走得潇洒一点 不要人家哭哭啼啼 哭的时候有两种 一种很伤心 一种很难过 一种很懊悔 明白吗 哭得懊悔 很没有意思 哭得很伤心 没有意思 哭得很快乐 感人 走过的路 要尝感人 对吗 中国人讲这句话 今夜脱了鞋和话 不知明早穿不穿 你回家 鞋子一脱 发子一脱 对不对 明天早上起来 还可以再wake up 还可以再穿鞋 未必 可能就被抬去医院了 对不对 今早我领受一个 一个姐妹的丈夫 就去世了 她姐姐也有困难 她姐姐也有困难 我很难受 就在这日子中走了 姐姐又患病 这些都是我们没法想象的 我们走过的路要赶 主啊 我感谢你 我们的双脚能够走多久 能够走多远 对 有一句话 传福音报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是什么 何等家美啊 这才是重要啊 你不传福音报喜信 整天坐在家里面 到老子大一来的时候 就很可怜 坐不能安 吃不能饱 睡不能好 这是很可怜的人生 好了 叫过新年 五点 很有意思啊 现在开始新了 新年 哇 新很爽 什么叫新 也是五点 第一个 穿上新衣的开始了 以福所书跟哥罗西书保罗讲 你要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 这新的有真的仁义和圣洁 什么叫做穿上新衣的开始啊 刚刚过新年 对不对 有些买新年衣吗 买新年衣有四样 第一 你是买好的 对不对啊 你不买破的 对不对 第二是买美的 第三是买干净的 有五点你不要 对不对啊 第四 是买自己喜欢的 对不对 好 我就讲这 买新年衣有四个特点 第一 买好的 第二买美的 第三买干净的 第四买自己喜欢的 对 很干净很美 你不喜欢 孩子说 妈妈我不要这件 我不喜欢 妈妈说很美 我不美 看到吗 再干净再好 孩子说 我不要 他不喜欢 好了 我们穿上新衣的开始 你的行为 你感到好吗 感到美吗 感到干净吗 感到舒服吗 穿上新衣 这个新的行为 生活 对不对啊 你明白吗 这保罗教他们 脱气旧人 穿上新人 新人有真理人意圣洁的 你穿起来你感到什么 很好 很美 很干净 很干净 我很喜欢 你舒服吗 过过新年 很舒服 对不对啊 我们今天开始 新年开始吧 第一个新 穿上新衣的开始 好不好 不好 好不好 好 这才是新年的意义啊 不是衣服的问题 没有人喜欢 不好的 不喜欢的 不美的 肮脏的 对不对 这就是人生 第二 心意更新的开始 很有意思 我讲过这个题目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对不对啊 不要效法 这世界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一个人心意不更新的话 被世界的潮流 世界的时代 被太多污秽 玷污了自己 我们就变成污秽的思想 污秽的心灵 我们的心意没有更新 慢慢退化 很可怕 时代越来越进步 道德越来越退化 败坏 可怕 一个基督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很重要 我上个礼拜讲 心灵的健康 影响思想的健康 思想的健康 影响你生活的健康 生活的健康 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很重要 你心理健康 你整个人生是不一样 心意更新而变化 好 我很快讲 单单这个题目可以讲一两个小时 我讲五大点 一个基督徒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五大点 第一个 我们的思维观要改 不要吃苦不化 常常就是 nearro-minded 就是制作那一点的 我们听了真理好的 要吸收 吸收要帮助自己 除旧 迎新 对不对 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不要想法是这个世界 思维观你改变了吗 以前做礼拜 做了几十年 依旧如故 没有改变 很可能 因为基督徒做了几十年 基督徒听了这么过的道 思维没有改变是很可怕的 思想改变是很重要的 你受什么思想 受什么神学思想 是什么真理的思想 你改变了吗 这种改变是positive是好的 比领受感谢主 这里面我又听了很好的真理 改变 每个礼拜听了听了听了 你就一直不断改变成长 改变成长 改变成长 心意更新而变化 要晓得 神的良善 存全可惜的旨意 第二个是什么 道德观要改变 当我思想改变 我道德自然会改变 讲这些不好听的话 我人格被扁了 被玷污了 你还要做糊涂的事吗 还要做误会的事吗 还要做不见得光的事吗 思想改变真的误会的事 我不要去做这样 误会的拜拜道德 我不讲 一个人领受了真理 道德没有改变的是很可怕的 明白吗 打着宗教旗号 杀人 替天行道的宗教 可怕不可怕 我再讲一次你提出 打着宗教的旗号 替天行道 这种宗教是多可怕 我不画出公子 名字你就知道什么宗教 不可以这样 很可怕 宗教叫人行善 杀人不眨眼 留一滴血在世上 天上多得多少的 没你没就享受 这种是什么宗教 道德改变 第三 文化上要改变 我们基督有基督的文化 对不对 今天过新年 我们跟人一样 同样的文化吗 来讲恭喜发财 你也是恭喜发财 对不对 很多迷信的食材 不好的 你还照样跟吗 基督徒应该不同 有真理的圣洁 真理教导们 有真理的文化 好的传统文化要保留 迷信的宗教文化 要剔除掉它 每到新年都听那些风水 像讲一大堆的风水话 风凉话就有 没有意思的 姐妹发财 发财 听得腻得不得了 文化观要改变 第一次说宗教观要改变 犹太人 最可怕的一种思想 就死守摩西的传统 吃骨不坏 就变成有法利塞人 对不对 有文士了 其实 那些人死守传统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不要做耶稣的门徒 他们宗教观是错误的 做到今天还要再拐 还要再死守 我们的宗教观是什么观 是信耶稣生命的改变 真理给你带来改变成长 不是跟非基督的宗教观一样 第五个观是价值观 the value of life 当这些改变 你整个人生就不一样 照样可以穿新年衣服 照样可以派红包 照样可以借楼上吃都没有问题 但价值观的生命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家这观如何 请可睡大觉吗 请可拜个早年 不来做礼拜吗 10点拜年可以吗 做个礼拜先可以吗 为娘家那么重要吗 不是霸山涉水吗 霸山涉水就早点走了 起码接着过山岭了 坐飞机走 静静的先来做个礼拜 灵里面得了建立生命信仰 才把祝福带给别人吧 很多人把 忌讳不当的重要 把次要到重要很可怜 Don't the world upside down 把世界调整过来 基督好好说礼拜 我相信你们来这里做礼拜 每次听讲道的时候 一定有生命带来改变 我不随便讲道 好好深思默想 把这个道的精华讲出来 让生命带来改变 而成长 才对你是没有价值 不是周而复始的 来做了礼拜 做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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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不变 这很可惜 不要这样做礼拜 他帮主帮主帮 心意更新而变化 吸收那些真理 吸收那些价值的意义 改变了人生 你就越来越活得有机制 如果去年整年都是充满污秽的 看事情一大堆的东西 你感到有意义吗 讲一大堆不好心的话 跟很多人过节不足 你感到很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你做了很多真理的教导 帮助很多人 传了福音 你真的很有意义 对不对 去年我做了很多事工 很有意义 意义告诉你 你活得有目的 活得有目的的人 就是有意义 这个叫福 福不是哪一大堆钱财 钱财太多会使你 不要开玩笑 求财心太大的人 他贪财心就越来越可怕 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能 第三 从心学习开始 当然就这个信念学习开始 什么是从心学习开始 我们做人 我们一定会有做错事 讲错话的 不用简单 所有成功的结果 都是失败的累积经验 知道吗 所有成功的结果 都是失败累积的经验 你没有吗 这句话你听清楚吗 你有成功的今天 累积的失败 Kentucky Fried Chicken 那个人 研究炸鸡 研究了一千零九次 才把Kentucky Fried Chicken 爆到全世界去 你明白吗 要失败多少次的经验 才有成功的结果 不是简单 埃及生发明 电灯 结果多少次的失败 它累积最后的成果 全世界人知道 一步登天梦想 什么叫新的开始 好 我提几大点 给大家知道 第一 重新再来 错了不容易再来做 明白吗 但又每一次重新再来 都告诉自己 我错在哪里 没有吗 错在哪里 注意的错 把那错改掉它 我重新再来 就不容易错了 没有吗 我们不是从 错的失败经验 去修改错的 那种是永远不会成功 外国人 打破沙包 问到底 对不对 错在哪里 哪里 他研究 研究研究 就成功 他研究是从 错的成功的 对不对 失败的成功的 你明白吗 今天最糟糕是听风水的 发财发财 失败的摔运 不要红运当头 好运到来 好运到多少的衰运 你知道吗 你成功拿到辉煌 有多少的眼泪 你知道吗 这种风水 真的害人不浅 梦想 发财发财发财 一本万利 东城西旧 茶言滚滚 哇 这种听得到 真的发臭 发美 发浪 也告诉人家 奋斗努力 才是有意思的 做了易经 君子自强而不息 对不对 天行见 君子要写去 天那种奋斗的努力 去成功达到 人生的目标 不是买了个支票 就发财 上云底厅多 就赚钱 讲了一大堆 今天要向南走 向北走 不要碰铁 不要碰水 欧别说 乱乱说 对不对 错了就再来吧 第二 错了就再改 对不对 一定要改的 我们这个新唐建起来 多少 改了多少次 不对就改 不对就改 一直在改的 他第一张图出来 到最样图 改了多少 几十次 我告诉你 但我们三条 就改了多少次 到这还没有final 两个尺寸 高低 高低 还不能算 这样做可不可以 方便不适合 适合不适合 那边要view借上去 怎么上去 太险又不能 太低又不能 你明白吗 一直在改的 那图字一直在改的 改的多就加Vo了 你懂得懂吗 要加钱 错了要改 不好的再改 新东西没有最好的 只有再好 再改 再改 第四 不对的再改 不能的再改 Nothing impossible 重新学习就是这样 再来吧 再来吧 求神帮助我们 有些我们新建处理 我跟他讲 你印东西 要印之前 要查清楚 看那字体 有没有错 什么错 提醒提醒 做错了就麻烦 有一次他太大意了 没有问题不去看 印了几百张出来 后来发现错了 他会怎么办 再改再印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能改的 错就算了 从错误学到教训 虽然几百张纸浪费 浪费你要学习心痛 不要再犯 要更小心 小心无大错 就算了 外国人不是的 对不对 所以外国人不迷信 他科技发达 外国人不迷信 他知识爆炸 不迷信 他科技顶峰 一点迷信 今天你不要碰铁 你就不要碰 明白吗 信风水 你既然摔印 就不要做事了 大家在家里吃饭好了 对不对 像逆流而上 外国人就不一样 如果中国人 还相信命水风水 不用发达了 新加坡的风水 不用发达了 对不对 相信命运不好 大家都不要做这么多生意 死定了 这种风水 真的很可怜 话用他讲 结果你自己承担 不关我事 我听你这么说 我去走 很可惜 你没有命运 没有缘分 他会讲这句话 你温数不够 他会用这句话 来找借口 重新开心 大人想帮助我们 好 第四 不但重新 重新得力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在以赛亚的时候 第四十章三十一节 有两个心 一个是从心里面的心 重新得力 我很快讲三点 第一个 心是在用希望的开始 你抱着希望 你就会开始 你一直失望 一个很悲观的人 谁 不大 不磨难 不爱走 就没有做成的可能 很多人做事 不能成功 一开始做 好难 不容易 好生服 很多不活 他想很多不可能性 不必做 什么事情一做就可以好的 对不对 都要经过很困难的 好很多人妙想天开 如果这样的人讲话 我知道 这人不大能够成功了 这什么事 也不大能够交错给他 他手动都讲 很难 不可能 不要做 我不会 他就讲这大别公司 我不想做 我不必背这个责任 这种人不能做大师 不能做leader 叫回去耕田好了 传道人也是这样 对神的功夫 叫他 他有信心 就这个 我不敢 我不会 很难 这样那样 这样那样一大堆 他就不像样 心 是种 希望的开始 第二 心是种 机会的开始 我又有机会了 失败的时候 机会又来了 十点当中 有两点不好 八点都很好 我就改这两点 就符合十点 就成功了 改图改 改多一点 就好了 机会的开始 第三 心是种 力量的开始 你有了希望 你有了机会 你心里有力量吗 有吗 I can do it 那力量就开始起来了 保罗告诉提摩太 我当年给你按手 祷告 的恩赐 炉火 调望起来 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 不是胆怯 是仁爱 喜乐的心 能力的心 心的力量很重要 帮助我们 重新得力 最后 新旧两页的开始 新旧两页 圣经 圣经一本 有旧页 有新页 新旧两页 叫一本圣经 读圣经开始了 你读了没有 古写的牧师 最懂的 叫人家读圣经的 常年读圣经 很多人读圣经 信主到第一天 还没有读过圣经一遍 很可惜 怕鬼了 才去读圣经 有病了 救我 我需要安慰 去繁繁圣经 我儿子要结婚 那你们好不好 有问题来读圣经 有困难读圣经 有怕来读圣经 不是 新旧两页的开始 好好读圣经吧 这本书我读了几十年了 每一年从创世纪 读到启示录 我今年改了 我今年单单读四福音书 要读二十四遍 我就读了第四遍 马太 马可 路加一汉 读了二十四遍 我怕把神的话语 把他吸收丰富 融会贯通起来 可以下定 解决读圣经吧 好了 过 新 好了 开始看年了 什么年 不是年高 年是什么 五大点 第一 不知不觉 年过 又一年 孙中山把这样的人生 分为三类的特点 第一个是先知先觉 第二个是后知后解 第三个是不知不解 对不对 那弟兄姊妹 我告诉你很重要的 先知先觉的人生 他们是把握每一年 当一年结束的时候 我又得到一年 懂吗 这一年很丰富 我又得到一年了 好了 第二种是什么 后知后解人 哎呀 又过了一年 错过了一年 懂吗 后知后解 发现哎呀 过去了 哎呀 又过了一年 错过了一年 最糟糕的是什么 不知不觉 这样又过了一年了 他失去了一年 先知先觉 是得到了一年 后知后解 错过了一年 不知不觉 失去了365天的那一年 很可惜 时间很快的 一年12个月 对不对 52个礼拜 365天 8760个小时 525600个小时 分钟 3153600秒 年初很快了 对不对 刚刚还开始 年三次 年初 下个礼拜来 年初久了 再多个礼拜 延宿过了 过年是很快过的 你是不知不觉 我们华人用十二生肖 我们华人用十二生肖很喜欢 鼠牛 腹兔 龙蛇 马羊 猴 鸡 狗 猪 十二生肖 那你告诉我们 这什么东西呢 十二生肖 只有一种 是虚幻的 是虚构的龙 是今年的龙 其他都是动物 都是家群 每样动物都可以吃的 老鼠 那个猪鼠可以吃的 很大鸟肥肥 蛇可以吃的 兔子可以吃的 猴子可以吃的 狗可以吃的 牛 马羊 都可以吃的 只有龙不能吃 它是虚幻 我下个礼拜 谈一下 龙的传人 跟非的传人 对比 龙的文化 龙的历史 跟龙的宗教 给你了解明白 为什么 圣养的龙 古龙 这条大蛇 是鞋的 盼盼主帮助我们 去了解 去明白 这十二生肖 不过是我们 中国人文化的一个 象征 是 圣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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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东西的 但就给风水先生玩 对不对 龙腾飞去咯 龙好龙韵咯 五龙五龙韵大堆 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 今年龙年明年一过 是什么 叫什么 蛇 你看怎么讲 蛇好不好 虎死啊 这个 我蛇也可以描写得 很好的 很好的 中国人那把嘴巴真的很厉害 对不对 猴子也可以描写到蛇 牛羊什么都可以描写得 描写得非常好 那就宰来吃 很可惜 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蒙蔽 我们不是属于蛇生肖 基督徒我们属于神的 最高最荣耀的 属于真神的生命 看顾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属于神的生命才是永恒的 属于这些动物的都没有用 对 为什么中国人不多几个动物呢 非情是没有的 老鹰没有的 对不对 鸽子没有的 狮子也没有的 对不对 为什么放着老鼠 放条蛇 放着狮子更好 对不对 放着老鹰 蓬城外里更好 我们为什么 神创造我们这尊贵的生命 这竟然属于动物呢 人比动物更低吗 可怜吗 对不对 不要属于动物 属于神 不要被这种文化牵制了我们 愿上帝帮助我们 莎士比亚的哈利布特有讲过一句话 我前两个礼拜给你们讲到了 你是什么人 比你做什么事更重要 什么人做什么事 好人做好事 坏人做坏事 对不对 你是什么人 比你做什么事更重要 我们属于神的人 我们做神的事 做对的事 做真理的事 做爱光明的事 你整个人的生命就不一样 天上帝恩待我们 明年 蛇年 很蛇 好不好 我们中国人变蛇年 大家都一条一条蛇 不好 帮助我们 去了解去明白 好 第三 短暂今生的年数换永恒 我们今生几十年是很短 很有限 但我们要换起永恒的生命 神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 我们身体的衰老 逐渐会朽坏 有些会离开世界 但神已经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 谁把这生命给了我们 换起永恒不灭的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 盼望主帮助给我们重新去了解 去明白 我提两件事情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不在于身体 身体几十年 当一个人有病的时候 当一个人失败 失望 难过的时候 他不是注意生活 他问我自己 我为什么会这样哭 我为什么会这样难过 我为什么会这样虚空 我为什么我我我我 why 问自己 他不是问身体 他问自己 我的人生是什么什么失败 他一直找不到意义的时候 他感到很难过 第二 为什么会这样活 才能够制作活下去 当你人生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对比 这种人生我很喜欢 这种人生我不喜欢 这种人生我很羡慕 这种人生我很想学 好的有益的 你盼望从中学到 使你感到这种生命 跟别人相等的时候 拥有这种生命 你感到人生很有益很满足 你明白吗 这就是人生 What to do Why to do How to do Learning to do And learning to be 不一样 不要只是学而已 学一个基督徒 我要做一个基督徒不一样 学一个好人 跟做一个好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行善 一次行善很容易 一生行善才难 真的 久久请他讲一篇道不难的 每一个礼拜他讲他 他挖到空了没有去讲 你就死了 一个牧者能够几十年牧养之后 可以讲道 我告诉你不容易的 愿上帝帮助我们 去明白的真理 好 第四 让白法老年人获得尊荣 我提到的事情 为什么呢 老人家要尊重他们 特别是真言书 立位记十九章第三节 我们在白法人面前 要站起来尊重他们 一个人有没有受这种真理教育 就可以知道 那个年长者在你面前给你握手 你很年轻的话 你坐着敲脚看着不看 这种孤拉阿加 老年人长者在你面前给你握手 你是年轻的你要站起来 尊重他们 首相来拜访的时候 他给你握手 你还敢坐在那边吗 你不敢 马上站在闭咕闭峻峻 他身份的尊贵 一个长者的身份也是这样 要被尊重 真的 求主帮助我们教会 要好从这里开始学习 凡是对你年长的 要尊重他们 我用儒家的一句话吧 老无老 一记人之老 幼无幼 一记人之幼 你看到老人家 你就好像当你父母亲来尊重他 叫老无老一记人之老 你看到小孩 你当着你自己孩子 顺便来爱护他 懂吗 在上的长者 在下的极限 做一个人就应当懂得 叫做理议廉恋 忠孝仁爱 信与和平 在真理都不学习 那我们学什么呢 是学打击 整天就看打击 很可怜 眼睛吃眼睛 聊来聊去东西 整个头脑被这种 天罗地网的知性 塞到不像样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知识经增长呢 但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相信年长者要被尊重 虽然他们有确件 肯定的 啊 你是这个老人家啰嗦 不要这么快 有一天你会这样 但有一天你会更啰嗦 更自呆 连老婆都不认得 连孙都不认得 几十年来我有一句话 在乡下到今天没有忘记过 我们在耕种的时候 啪花生 有老有少一起在啪 有老人家啪花生 有很多年轻人在啪花生 啪花生 我们一桶桶卖的 四毛钱三毛钱 一桶就算钱 有些年轻人傲慢 啪很快发生 在搅搅搅 好几个老的 啪得很慢 搅得很慢 那年轻人我记得很深一句话 他笑那老人家 他们说 家伙,我跟你说 老人家啪花生 还回去吃饭 不要浪费时间 老人家,跟我讲 怎么开花生 还不能回到吃饭 你现在没站在啪花生 别再做了 那老人家 深深打在我脑海里面 好伤宅母公得戚啊 你未必吃得到我这么老啊 哇 那句话有深深印象 他不是基督徒 真的 很年轻就死掉了很年 不要笑那老人家 你未必能够活得到这么老 神不许可 你一夜之间就没有掉 做人不要傲慢自大 尊重老人家 当着我们的父母亲吧 当着哥哥姐姐吧 小的当着弟弟妹妹吧 提携扶老 尊情孝道 这中国文化 圣经文化更高 当孝敬父母 使你再次得福长之后 这是地老带允许的诫命 好尊敬老人家 以后每周来拜天的时候 跟他笑笑好不好 你的笑脸 很重要的 不要愁眉苦脸 笑笑 整个心情都不一样 真心跟他问候 好吗 感谢主 老人家好吗 感谢主 神赐福于你 多讲些祝福的话 你寿命都长 你说我乱讲 圣经讲 对不对 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允许的诫命 你尊敬老人家 当着你的父母亲尊敬他 神会赐福给你 你藐视傲慢 神会把你丢掉 你不要看清上帝 神是如此恩待我们 新年要怎么过 愿上帝帮着我们 老人家是很麻烦的 我们有天也会老 愿上帝恩待我们 好 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 诗篇65篇第7一节 你以恩典为年税的冠冕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年税的冠冕 什么年税 年税就是我们的 热光之下的年日 所度过的年日 叫年税 没有吗 时间的堆积 堆积 堆积 叫做年日 年日的堆积 堆积 堆积 叫做年税 我们在热光之下 所度过的年日 叫年税 年年税 税有今朝 听过的吗 年税 如果你的生命 有神的恩典 一世的年税 在你头上有关 观点是一个荣耀的意思 不是代文 你一生 你身上有神的荣耀彰显 你人生好不好 太好了 我很羡慕这个人 羡慕那个人 一个人的生命 有年税的观点 表示你一生有意义 一生有价值 一生有丰盛的生命 这种年税 我告诉你 不是世界的财务给的 是神的恩典 所以大卫说 我一生一世 比我恩惠 慈爱随着我 一个人蒙恩得救的 那天开始 神就把恩典给你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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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有充满神 给我的荣耀的观念 我感到死无一害 你头上有观念吗 有荣耀的观念吗 你做多就有了 启示录第二章开始的 第二个教会 施梅纳教会 他们至死忠心 逼得生命的观念 有没有 荣耀的观念 不朽的观念 永恶的观念 启示录的黄金的观念 感谢上帝啊 这句话是最重要的 你以恩典 为我年事的观念 主啊 我感觉每一天 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都有恩典 在我身上 主啊 我感谢你 我这一生蒙了 这年就很有意义了 这个年 是最后的那个年 是最重要的 一年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 两手空空 头脑空空 心也空空 带子满满 我告诉你是祸患 担言神知父们 过新年 三个字 很有意思 几度人生 几个春秋 几个年 几何人生 春夏秋冬 转眼就过了 过了就没有了吗 你过去哪里 人生变 如飞而去啊 去哪里啊 去到永恒那边 如果你一生充满神的恩典观念 好不好啊 你可以抬起头做人 主啊 我感谢你 你给我一生这样荣耀 你很荣耀建筑面 你明白吗 头空空的 戴草帽的 不敢抬着 不敢抬头 羞愧 捞鬼 这种人生很可怜 求神帮助我们 Amen 盘旭的一年开始 这一堂的信息 给你带来祝福满满 好过你听 恭喜发财 不要 恭喜灵性成长 好 我们站起来 祷告感恩的心 求祝福给我们 明白这个真理的教导 过新年 感谢我的主 我的上帝 夫人讲的不够 还有遗漏的地方 求私的圣灵 补助夫人的切欠 给弟兄们 谦卑受 这个心 聆听 反省 追求 爱慕神的话 我们从今年 新的年开始 我们就立定心智 加给我们信心和能力 让我们不是 不知不觉过了一年 我们更不要 后知后觉过一年 我们先知先觉 得到这一年 谢谢你给我们智慧能力 奉耶稣基督 得圣灵所求的 阿们